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IOH講座 首先我們要感謝HPX社群創辦人蔡明哲先生 他想對我們說 面對多變的未來,記得要保持好奇與勇氣 這會讓你獲得更多的樂趣 首先這是我的目錄 我一開始會介紹一下我在高中升大學這段期間發生的什麼事 還有介紹我學校跟我的系所 還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課程 還有我參加過哪些課外活動 哪些特別的經驗 還有我自己這四年來的心得與收穫 首先我來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林彥德 那我來自台中 我自己覺得台中算是一個還蠻舒服的城市 那很容易放到無風無雨的颱風架 我有一個還蠻活潑又散疤的家庭 我們家有五個人,那我是家裡最小的 我上面還有兩個姐姐 那雖然我在台中生長了22年 算是一個地方屬屬級的人物了 但是我其實還是一個蠻嚴重的入癡 如果沒有Google map,我還是很容易在台中迷路 那我是從惠文高中畢業的 那我覺得惠文高中算是一個設備還蠻新的學校 那這張照片也是從惠文高中的操場看出去的夜景 那他位在台中地價最高的七起地段 那雖然地價高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當時還是因為這個感到蠻榮幸的 算是一種 莫名其妙的虛榮心 那 照片裡面的人呢 就是我們同一屆一起考上中山醫學大學的惠文人 那我自己的個性呢 我覺得像是 比較像圓環一般 沒辦法很明確地說我很外向還是很內向 因為我覺得我有時候很內向有時候又很活潑 那我喜歡接觸人群但是又會覺得獨處的時候更自在一點 我現在就讀的是中山醫學大學的醫學檢驗技生物技術學系 大學四年級 那我當初是怎麼樣開始踏入這個領域的呢 其實我從小就對醫學相關的知識很有興趣 那也很喜歡自己做實驗 那比較奇怪的是我小時候很喜歡醫院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在高三 壓力很大那段期間呢 我認識了一個就讀中山醫技的學姐 那也因為這個學姐我才知道說在 廣大的醫療領域科系裡面呢有醫技系存在 後來呢我就去查了一下醫技系到底在做些什麼 那就看到說他目標在培養一些醫學檢驗人才 醫學生物技術研究人才 那其實還是蠻抽象的 所以我也去看了一下他的 課程規劃 那看完課程規劃之後呢 其實也是 有看沒有懂 那只覺得說 這些課好像都還蠻能勾起我的興趣的 像是有些課前面假的臨床就感覺好像還蠻厲害的 那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就是 這個科系他可以考證照 那當時就想說 既然有證照那將來應該在工作上還算蠻有保障的吧 所以在填選自願的時候呢我前面就填了很夯的藥學系 那後面就填了醫技系 後來在第一階段 的時候呢我通過了大人科大的藥學系跟中山的醫技系 但當時我其實是全力的在準備藥學系的二階段比試 也很遺憾的在二階段的時候就正式跟藥學系所拜拜就被 刷掉了 所以當時我其實也沒有多做什麼準備就到中山醫來裸面試 那後來也以備取之資呢進入這個學校就讀 當時其實就是抱持著一種沒有魚不然蝦也好 無虛黑馬後的心態進來就讀的 所以這個心態也造成我大一 毫無目標 糜爛的生活 大一開始進入中山醫就讀之後呢 漸漸的我開始感覺到迷茫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那其實當時對醫技系也沒有到非常的了解 那對於他 未來廣大的出入 也覺得很不知所措 那身邊也有一些同學在準備轉學考啊轉系考 其實當時也有受到這股氛圍的影響 甚至還跑去補習班去問一些轉學考的事情 不過當時剛結束 高三壓力很大那段期間然後又經歷的落榜 其實我內心對於轉學考是很抗拒的 那也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再去面對這樣子的考試 所以就在這種猶豫不決的心態下呢 我沒辦法專心在 系上的課業跟一些活動 記得當時全系有105個人 那我的全系排名是97名 那儘管有參加像 排球隊跟吉他社 但也都只是去三個邊而已 就沒有全新的投入 那 我的大一就這樣子空轉了一年 那升上大二的時候呢 我開始漸漸意識到了 我自己不能再這樣子糜爛墮落下去 開始去正視我的問題 我想要趕快找到一個定位點 不過當時我其實內心還是一樣很抗拒轉學考 那其實也發現自己對於轉學考的動機沒有到很強烈 所以我就開始轉為問自己說為什麼我會不想留在一記系 那當時呢我就列出了幾個 系上同學想要轉出去的 主要可能原因 像是市場飽和 薪水待遇低 工作量大 還要輪三班 那未來出路太廣 當時我就把 幾個我自己覺得 對我來說沒什麼差別的選項給去除掉 像工作量大 輪三班 跟未來出路廣 所以就剩下了市場飽和 跟薪水待遇低 那後來呢我就帶著這兩個問題 到處問一些前輩啊 老師啊 長輩 那問他們說 這兩個問題真的對於我的未來影響這麼嚴重嗎 那其實當時就有前輩告訴我說 其實不管你什麼科系 只要你夠傑出能力夠好 將來拿到高薪的機會也不會少 那也有老師跟我說 醫檢師飽和那又怎樣 別忘了你出路廣 那其實當時就覺得 這些話還蠻有道理的 那後來也因為這些話 鼓勵我留在醫技系就讀 那的確後來 有一些畢業的學長姐 會來分享自己的工作 那的確醫檢師薪水也是可以到五六萬的 那有些就算沒有走 臨床工作的學長姐 甚至被大陸挖繳出去 薪水都是蠻可觀的 那當時我決定留下來在醫技系就讀之後呢 我就開始 轉變自己的學習精態 告訴自己說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 那你就要盡可能的去把握每一次的學習機會 那勇於去嘗試一些自己不擅長的事物 所以當時呢我就 開始嘗試去擔任一些 系上活動的負責人 跟一些班級代表 那後來也因為一些同學的鼓勵 到日本的新系醫療福祉大學交流 那在學業上 也因為這個心態的轉變 讓我從97名後來晉升到了第一名 那當時也為了想要提前了解一些研究所的生活 那我也在大二的時候拜訪了 醫學研究所的柯俊良教授 那也成功進入了實驗室學習 那隨著 年級數的增高 我漸漸的發現了這個科系它有它的價值 想像一下有一面牆 那牆上有一把梯子 這時候呢有一個人 一步一步的踩著梯子往上爬 爬到了牆的頂端 看到了牆後面的東西 那這個人呢其實就像是臨床的醫生 那牆的後面呢可能就是一個病人他真正的病因 那醫檢師呢就是這個梯子 現在講求實證醫學 假設沒有醫檢師的檢驗報告 醫生也就沒有一個合理客觀的依據 去一步一步的找出這個病人他真正的病因 甚至他的一些治療的方向 但是呢大家往往都只會注意到梯子上面的人 而不會注意到踩在腳底下的梯子 所以呢我的講座主旨就是想要告訴大家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他到底在學什麼 做什麼 跟他的重要性 還有他未來會有哪些發展 那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我想要成為一個 就算生活中有很多不順遂 那我依然能夠保持活力去溫暖身邊的人 首先我先來介紹一下我的學校 中山醫學大學 那他雖然佔地不大 但是該有的東西都不會少 他位在哪裡呢 他位在台中的南區 那我自己覺得算是一個生活技能還不錯的地方 附近還蠻多地方可以去的 像是最近有新開的秀泰 還有好事多 IKEA 一中街 琴美跟夜景勝地 那這張照片呢也就是在 琴美成品綠園道 每一年都會有 爵士音樂節 那你可以坐在草地上 跟朋友聊聊天 知識東西 聽聽音樂 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交通的話呢 我覺得算是中山醫的 一個很大的優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位在三鐵共購的地方 有高鐵 台鐵 跟捷運 那捷運呢 也預計在2018年的年底 開始試營運 那學校附近其實也還蠻多公車可以搭的 那在台中的話 搭公車是10公里免費喔 但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騎機車 因為我覺得 機車的機動性比較高一點 那我也比較不喜歡 花時間等車 然後 住宿的話你可以住學校的口腔女宿啊 或者是大慶男宿 那我自己的話是在外面租房子 那我一個月的租金是5800 電費的話是一度五塊 那另外再寄費的 那中三一附近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呢 其實很多人都說中三一是美食沙漠 但其實在沙漠之間呢 還是有一片綠洲的 像是好食中三一 你可以在前一天的晚上上網登記說 你想要吃什麼東西 那隔天中午會幫你送到學校來 那學校自己裡面有兩間全家 那平學生鎮的話可以打九折 那 還有一間八方雲集 另外在學校的對面呢 會有一排像是自助餐啊 便當 義大利麵的店家 那再遠一點的話會有大慶街 那選擇就會比較多 最近學校也在新蓋大樓 那將來大樓的地下會有 地下室會有地下美食街 聽起來還不錯 那上課環境呢 我自己覺得比較像是高中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科系都是在 同一棟大樓裡面上課的 那你甚至可以在這棟大樓裡面 從早待到晚 因為你昨天訂的午餐也是會送到這裡來 那自動大樓有什麼優點呢 它有特優級的廁所 那還有舒適的教室 還有免爬樓梯 因為電幅梯幾乎都是開著的 那再來 因為附近還在重畫 所以其實 景觀都還蠻遼闊的 從正星樓看出去 風景還蠻漂亮的 那除了正星樓以外呢 一技系的學生 其實還蠻常到 一技實驗室的 那其實我們大大小小的實驗課 都是在這間教室裡面完成 那雖然設備沒有到很新 但是都還能 還是能夠我們使用 那有時候因應一些實驗課程呢 我們會去用到 醫院的檢驗科的儀器啊 設備資源 講到資源呢 到底學校有哪些資源 其實還蠻多的 有國際交流啊 講座啊 各式學習管道 那我自己呢 比較常用到的是 演講 因為我蠻喜歡聽演講的 我覺得 聽演講的時候 你可以去了解 現在有哪些趨勢 然後去吸收一些 可能平常不容易接受到的 接受到的知識 那重要的是 你去聽那些講者 他們奮鬥的過程 其實你會蠻有感受的 是一種 精神糧食 那另外還有圖書館 那雖然學校的圖書館 一樣沒有很大 但是 它裡面的館場也不會少 基本上你想要找資料 在裡面也都找得到 那我們學校呢 有自己的副社醫院啦 那它有三個院區 文心院區 中心院區 口腔醫學大樓 那有自己的副社醫院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就醫方便 除了就醫方便 還有更棒的就是 我們學生還有優惠 憑學生證的話是免掛號費的 所以 有事沒事可以多看一些醫生 那系所的話呢 現在就要來介紹 我念的是 醫學檢驗劑生物技術學系 如果要一個詞來形容這個系呢 我覺得它就像空氣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它跟空氣一樣重要 它跟空氣一樣無所不在 其實身邊很多東西都是需要經過檢驗的 那雖然它很重要 它又很容易被人家忽略 那到底醫技術在學些什麼呢 其實從你大一到大四 你漸漸就會發現什麼 課表上的空位越來越少 那考試也都不間斷 那我們就從大一開始說起 大一呢 主要是在學一些基礎科學 像是有機化、普通化、普通生物 那其實這些主要像是 基本上都是一些高三的 化學跟生物的再延伸 所以其實 你如果是指考進來的學生 你可能會覺得還蠻熟悉的 但如果是像我這種就是 推真進來之後就 沒什麼在念書的人 可能就會需要加把勁 那其實大一呢 也是大學時期的天堂 為什麼呢 因為這時候你有比較多的 空閒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也建議學弟妹在大一的時候 可以去修一些通識課 然後去當一些志工 還沒考英簡的就去考 那也參加一些系上啊 社團的活動啊 甚至聽一些演講 因為其實這些也都是 跟你的畢業門檻有關的 那到大二之後呢 就會開始上一些基礎醫學啦 像生物化學、分生、生理、病理、免疫、寄生蟲、病切 那這體下的課程有關號實驗的代表 還有額外的實驗課 那其實這些基礎的醫學課程呢 都是在為你 未來的臨床課程 做基礎 打地基 所以你學起來的時候也不能馬虎 所以在大二的時候 其實開始就會感受到一些課業壓力 那學弟妹可能會比較好奇的是 寄生蟲學在學什麼 其實我們會學 各種寄生蟲他的生活史 然後感染之後呢 會有哪些病理症狀啦 那我們會需要選哪些簡體來做檢查 那在簡體裡面呢 我們要去 辨別各種蟲他的外觀特徵 然後還要去看說像是這顆蟲卵他是哪一隻蟲的 那就拿我們小時候比較常聽到過的 老蟲來舉例好了 老蟲的英文叫做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那這是拉丁文 考試的時候會考很多這種單字 那當我們從口腔磁入具有感染能力的老蟲卵之後呢 他會到你的小腸黏膜發育 那會在大腸變成成蟲 那磁蟲跟熊蟲呢 會在大腸裡面交配 交配之後磁蟲就會爬到 肛門口跟會音部 去產卵 那因為在肛門口會音部你會覺得很癢 那像有些小朋友早上起來屁股癢就用手去抓 那抓完如果沒有洗手的話 又去吃早餐就會連同這些蟲卵又在吃下肚 所以呢我們會用膠帶貼片 去貼他的肛門口 然後再去檢查那個膠帶貼片上面有沒有饒蟲卵 那饒蟲卵的話 長得比較像是瓜子型的樣子 那再來到了大三之後呢 就會開始接觸到一些臨床科目啦 那這些臨床科目呢 都跟你以後的國考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其實大三的課意壓力還蠻大的 那 底下的這些課程後面括號實驗就是 也是一樣有額外的實驗課 那你看這麼多的必修課 想必考試一定很多 沒有錯 你大三念到後來會跟背景照片的我一樣 開始腦袋空白 開始思考人生 那應該 很多學弟妹跟當年的我一樣 看到這些課程名稱都是有看沒有懂 所以我這邊就簡單快速的介紹幾個 臨床血液學在學什麼呢 其實就是學 血液相關的知識嘛 像是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那你會去學一些他們各自成熟分化的詳細過程 那還有一些他們的疾病 像是紅血球常聽到的就是缺鐵性貧血啊 地中海形貧血 白血球的話呢就是淋巴流白血病 血小板的話就會有一些 寧血機制異常的疾病 那除了學疾病之外你還會去學說 這些疾病我要用哪些的檢測方法 那 還有要怎麼去判讀這些數據 因為這樣的話你才知道 臨床的醫生他們想要看的重點是什麼 那再來臨床血清免疫在學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學一些抗原抗體的應用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對於醫技器來說非常的重要 因為抗原抗體醫技器非常常用 一些應用很廣 就拿微生物感染來說好了 有一隻微生物呢有一隻細菌 它叫做化膿性電球菌 那它會感染的話呢會導致有咽喉鹽 甚至心臟半膜鹽 腎氏酒腎鹽 那這隻細菌它會產生的其中一個毒素叫做 Streptolysin O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呢 看一下左上角的圖 就會用一個白色的乳膠顆粒 然後上面就會接上Anti-Streptolysin O的抗體 那當有這隻微生物存在的時候呢 這個乳膠顆粒上的抗體就會去跟Streptolysin O結合 結合之後乳膠顆粒之間就會相互聚集成塊 那結果就會像下面的圖 左邊的樣子 會有一塊一塊的斑塊 那就可以證明說有這隻菌的存在 那除此之外呢 現在比較夯的一些免疫療法 其實也都是抗原抗體的應用 那臨床生理學在學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學心電圖跟超音波 那你會去學一些它的原理呀 方法甚至判讀 像是心肌梗塞可能會QRST波會有出現什麼變化 心思肥大會有什麼變化 那在臨床靜檢呢 想當然就是要會用到很多顯微鏡啦 那其實 檢查的檢體也是非常的多種 那舉 旁邊這個例子好了 假設你今天看到一個病患他的尿液裡面呢 出現非常大量的像左邊這樣子的結晶 那你就可以推測他有痛風 因為這個就是尿酸結晶 醫學分子檢驗在幹嘛呢 其實就是在學一些醫學 基因檢測的方法 像是舉凡是 腫瘤就是基因突變嘛 那我們要用什麼方法去測 他的基因哪裡有突變 那或者是 親子鑑定呀 甚至一些刑事鑑定等等 也都可以在這邊學到 再來 實驗室 管理跟品質管理 其實對於醫技器來說 非常的重要 因為現在 臨床很多儀器都自動化了 那我們醫技器最重要的 醫檢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去 品質管控 確保說這個儀器 他發出來的報告是準確的 所以在這堂課裡面 你可以學到很多品管標準 那再來大四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會學到 臨床科目 那在四下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到醫院實習 那醫院實習呢 其實北中南 都有很多醫院可以選擇 那各家醫院也會開出 一些名額 但是這些名額是有限的 那你想 班上那麼多個人 到底 要怎麼樣去選 實習院呢 其實是依照你大一到大三必修課程的 成績排名 然後依序上去選的 所以代表你大學時期的時候 課業不能太差 不然可能就會選到 你不想要去的醫院 那到底我們學了那麼多 未來的出路在哪裡呢 其實可以說是 光明到看不見路在哪 雖然有點誇張 但是其實 醫技器畢業的學生 未來能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那像是臨床工作啦 去當醫檢師 那 當醫檢師前你要先通過國家考試 那我們會考六大科 那其實各科平均60分的話就及格了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全國的錄取率是不高的喔 大概15到30%而已 而且每年是越考越細 當你考過醫檢師證照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醫院工作 那 到底我們醫檢師在醫院的角色是怎麼樣呢 今天有一個病患他來到診間之後呢 醫生會經過他的一些症狀或者是 描述去做一個初步的診斷 於是呢 醫生就會開立一些檢驗單 說他想要看哪些檢驗項目 那接下來就要去採集檢體 那採集檢體呢可能是護理師採集 或者是醫檢師採集 採完之後呢我們要去確認這個檢體 是不是可以用的 有沒有污染等等的 接下來就會進行一點串複雜的檢驗過程 那檢驗完之後一定會有數據報告 那這時候醫檢師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去 檢查說這些 數據報告有沒有異常 或者是 比較特別比較奇怪的地方 需要我們去double check的 那當確認無誤之後呢我們就會發布報告 那醫生就會依照我們的 檢驗 檢驗報告去做出一些最後的診斷 那醫檢色工作內容有哪些呢 除了剛剛提到的各式檢體的檢驗以外 我們還會去做品質管控這個也是必須的 那有些醫院的話呢也需要去做一些教學的工作 那 還有醫院會做一些臨床研究 基礎研究等等 除了在 臨床以外呢其實我們也可以到產業界 那產業界的話選擇就很多啦 像生物技術公司 藥廠 臨床試驗公司 品管認證單位等等 那你也可以去走學術研究 可以去擔任教職啊 或者是一些研究機構院所 去擔任研究人才 甚至你可以繼續攻讀研究所 博士班 那有些學長姐呢也會去考一些 國家考試 然後到政府機關工作 那我自己的規劃呢其實短期就是 先考到醫檢師證照 那考完之後呢到研究所繼續就讀 因為我想要培養一些研究相關的能力 那研究所之後的計劃呢 其實目前也沒有非常確定 因為也要看到時候會有哪些機會 那目前的話就是暫定會回到臨床擔任 醫檢師的工作 去累積一些臨床經驗 那也希望能夠把研究所的所學應用在 臨床的研究上面 那醫技系會有哪些常見迷思呢 醫技系不等於醫檢系 其實是一模一模一樣樣 只是大家口語與習慣不同而已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習慣念醫技系 很多人都會以為說抽血櫃台的都是護理師 其實都是醫檢師 那有些人會問我們說 你們都在學些什麼啊 我們就開玩笑回答說 驗血驗尿驗大便 那其實我們不只這三個東西 還有各式各樣的簡體 那我自己覺得 學血尿死的過程也就是血淚死 因為要背的東西真的很多 要學的東西真的非常多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醫檢師將會被自動化淘汰 的確現在臨床很多檢驗都是 開始用自動化儀器 那自動化也提升了效率 也減少了人為誤差 那的確也讓醫檢師的人力需求有下降 但是醫檢師這時候呢 反而要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就是剛剛有提到過的 品質管控 因為儀器它也會有偏差 也會有異常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做校正 去確保這個儀器 它發出的檢驗報告都是 是準確的 所以呢這就是醫檢師目前最重要的角色 那我覺得醫檢師是不會完全被自動化淘汰的 那很多人會 網路上也常常在講 很多人常常在說醫檢師已經飽和啦 的確醫檢師 每年從 醫技器畢業的學生 很多 但是考到醫檢師證照的人又有多少 那實際有醫檢師證照 然後去醫院工作人又有多少呢 那其實 現在還蠻多醫院其實都是遭不到醫檢師的 那可能就是要 這可能就是因為一些醫檢師的現況 那這個部分呢 我因為還沒到 臨床實習 所以這部分我是去訪問一些臨床的醫檢師 那後來也發現這同樣也是許多 醫學相關科系的問題 薪資待遇 其實 台灣北中南各家醫院 醫檢師的薪資待遇都不太一樣 那有些 醫院的制度也不一樣 有些有績效獎金 有些沒有 那績效獎金的話就是你做得 多也就領得多 那有些醫院的話是有約聘制度的 那約聘制度的話就是一年一聘 那當然你約聘制度的話你的薪資待遇跟福利可能就沒有辦法像正值一樣這麼好 那就我自己知道的 醫檢師的薪水從三萬五到六萬都有 有高有低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三萬五就很高了 有些人可能覺得六萬塊還太低 所以我覺得薪資待遇好不好呢 還是要看每個人的價值觀跟看法的不同 來決定 那假設你想要領多一點的薪水 那你可能你的工作量就要再多一點 除了一些臨床報告啦 品質管控是必須做的以外 你可能可以去輪一些夜班 因為輪班的話其實會有津貼 那如果是教學醫院的話你也可以 也可以去做一些教學的工作 那甚至 你可以去做一些臨床的研究基礎研究啊 然後發 paper 醫院也都會有津貼 所以我覺得 假設你今天想要當醫檢師 那你又想領高一點的薪水 那你可能就要問自己 能不能接受去做這些額外的事情 那我自己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投資理財 因為呢在 醫療相關科系的 行業 大部分的薪水都是平平穩穩的 比較沒辦法像 外面有一些企業你只要做得好 那他可能薪水就大幅 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我覺得 投資理財如果 醫技系的學生能夠學一些的話 我覺得是對於 薪資這方面會有 還蠻正向的幫助的 那 跟醫技系有哪些相似的科系呢 像生物科技系跟生物醫學 生物科技的話主要是在學動物植物跟生態 那他們其實是都學 那但是他們沒有臨床的課程 生物醫學的話呢 是要 嗯 是在學一些人類的應用科學 那就我所知我們中三醫的生物醫學系他們在 遺傳學這方面學的還蠻紮實的 但是他們也沒有臨床的課程 那我們跟他們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們有證照 那 這個證照只有大學醫技系畢業的人才能考的 那 因此這個證照也就是你的後盾 因為不管怎麼樣你都還是能回到醫院當醫檢師 所以 系上的老師也都幾乎都建議 畢業之後呢 先把醫檢師證照考起來再說 因為你不知道你將來的什麼時候會用到它 那系上會有哪些資源呢 其實我自己個人是秉持著就是 把學費要賺回來的精神 所以呢 系上就會有獎學金啦 每學期你的成績如果優異的話 會有5000到1500不能的獎學金 那 還有演講 剛才有說過了 我還蠻喜歡聽演講的 因為可以掌知識 還有國際交流 像前陣子就有溫州醫科大學的學生跟 日本新系醫療福祉大學的學生來我們系上參訪 另外呢我們有膚色醫院 那膚色醫院因為也是教學醫院 所以會有一些臨床的師資來系上上課 那你也可以更了解現在臨床的狀況 那還有一些業界實習參訪的機會啦 你可以到生技公司 捐學中心 藥廠 甚至國家標準實驗室 還有五年一貫 什麼是五年一貫呢 就是你 大學念完四年 再念一年 就同時拿到大學跟碩士的學歷 那我自己覺得系上其實最寶貴的資源就是老師 系上老師都還蠻樂意跟同學做朋友的 那 我覺得可以多多跟老師接觸你常常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 那我有什麼建議要給學弟妹的呢 就是 要有細心跟耐心 因為檢驗報告它其實是攸關性命的 那有些實驗呢其實也都是需要等待 那你要能夠適應各種簡體 至少你不能去抗拒他們 那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是用原文教材 原文考試 那雖然買得到中藝版的 課本 但是 基本上你的英文單字還是要看得懂 才能夠考試 那再來呢 考古題很重要 基本上學長節那邊都會有 考古題 那考試的重點就是那些 所以學弟妹 如果要考試前的話盡量要 記得要去看一下那些考古題 那再來我覺得 要在高三的時候就決定自己的目標跟興趣 其實是很困難 而且也很殘酷的 所以我覺得學弟妹可以多多利用IOH這個平台 他可以幫你節省掉不少時間 那我覺得你在找科系的時候呢 至少要 可以接受這個科系他學的東西 還有他未來可能的工作 那如果喜歡的話更好 那至少不能排斥 就算你後來進入大學之後才確定了自己的目標在其他地方 那也很好 至少你找到目標了 那你確定目標之後就持續努力 那我自己是相信如果你一直保持著上進的心 未來的發展都不會太差 那有什麼印象深刻的課程呢 臨床實驗課程 為什麼 因為這些課程要採集簡體 那這些簡體要從哪裡來呢 就是我們自己身上啦 左邊的話那就是我自己的尿 我們上課前呢就要去廁所撒拋尿出來做實驗 中間的話是精液簡體 比較尷尬的是還要求要在上課前一個小時內生出來 那最右邊的話呢是血液簡體 那血液簡體的話就是同學之間互相抽啦 那 其實大家都要互相包容 因為大家技術都是 菜鳥 技術都沒有到非常好 整學期下來其實手臂上的針孔 還蠻多的 那之前有聽過學長 學長他去掛急診然後被誤以為是吸毒犯 這是我 生平第一次幫別人抽血的照片 那其實整學期的實驗課下來呢也算是幫自己做一個免費的健康檢查 那這個在外面做其實都還蠻貴的 所以 還蠻划算的 那選修課的話呢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法醫學 那法醫學是高大層醫師來上課的 那你會看到很多很衝擊的畫面 就是有一堆 驚悚的屍體照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他們抽 厚絲剝繭 一步一步找出 真正兇手的那個過程才是精華 那醫技系畢業可以考法醫師嗎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有分甲組跟儀組 甲組的話是醫學系在考的 儀組的話是 非醫學系的科系考的 那這個部分有興趣的學弟妹可能要再去查一下資料 那我 大學時期呢 做過哪些課外活動 像是我有參加醫技週 那醫技週算是系上一個比較大的活動 那他底下還有一些分支的小活動 當時呢我是擔任活動組組員 然後也有擔任一個小活動的負責人 那這是我們當時的廣告單 那我是負責全員告密那個活動的 那透過這個 活動的負責人的角色 我學會了要怎麼調理做事 因為我負責的活動比較像是 Running Man 那他會有很多角色啊 然後 道具也會非常的多 所以當時我就要求要把 每個角色 每個隊伏 每個隊員 他們的東西用塑膠袋一包一包包好 然後排列整齊 擺在地上 那 把錯誤率降到最低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團隊合作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團隊的幫忙 我自己一個人其實是做不了什麼事情的 那再來就是因為活動組嘛 當然就是要演戲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都是演一些 反串修辭的角色 所以當時的臉皮其實也增厚了不少 後來呢我有當一些班級代表啦 那我覺得班代的話就是 導師跟學生的橋樑 我覺得最棒的是 當班代的話呢 你可以 最早知道一些學校的活動資訊 就不會漏掉 那再來呢我有去擔任一些志工活動 像是國中小的營隊 那我覺得 從中呢你要學到的比較重要的是 人文關懷 因為畢竟是醫學相關的科系 跟人離不開關係 那從志工活動中呢 你也可以去拓散你的人脈 那還有就是 學校也會有畢業門檻 需要志工時速 那是我當志工的照片 那我在大一的時候呢 也有參加一技系的排球隊 球精 一定有人很奇怪啦 為什麼你要當球精不當隊員呢 這個就要回到我大一那時候啦 大一那時候的心態就是 不確定嘛 因為我可能會想說 要去考轉學考 所以沒有時間練球 那就想說不然就當球精好了 去摸摸球 身邊認識大家 所以其實還蠻遺憾的當時沒有下場當球員 那大一的時候也有參加吉他社 那有去參加他們社內的競賽 團體組 當時呢就很榮幸的得到了第一名 那很多人就會說 哇這麼厲害你吉他 比賽第一名耶 那其實當時是只有三組報名的 那有什麼特別的經驗呢 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也去日本新系醫療福祉大學 參加了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那這個活動 是在做什麼呢 它裡面會有日本 台灣跟菲律賓的學生 那有物理治療系 醫技系 職能治療 社工 世光 護理系 等不同專業領域 那我們會被打散 打散之後呢 每一組會被分到一個個案 那我們這組分到的就是一個 52歲的婦女 那他因為糖尿病傷口沒有照護好 所以導致他的右腳結肢 所以他結肢之後呢 生活上就會有一些問題啦 那我們就要想 我們能替他做些什麼呢 像是這個婦女他可能 平衡感不好 或者是他左腳的肌肉強度不夠 那物理治療師呢 可能就會去幫他增強肌肉強度 那因為他的經濟狀況可能沒有想像中的好 所以 社工系的就去幫他爭取更多的社會資源 那因為糖尿病他的併發症就是有視網膜病變嘛 那世光系的可能就會幫他做一些眼睛的照護 那職能治療系的話呢 可能就會幫他設計一些小遊戲啦 或者是家具上的擺設等等 那一劑系能做些什麼呢 我們其實能做的 就是去幫他監控他的血糖 讓他不要再惡化 那或者是去監控一些他 心血管系統啊 跟腎臟的系統 因為也都是糖尿病的併發症 那最後呢我們就會一起分享我們的結晶 那其實從中我體會最深的就是 醫療專業其實是需要緊密的合作的 那 每個 每個專業都是環環相扣 但是其實在 台灣的大學呢 各科系間的交集 蠻少的 所以對其他科系的人表解並不多 那我覺得透過這個活動之後呢 更認識彼此 那你知道對方能做什麼 在做些什麼之後呢 就可以更加尊重他的專業 那你知道他們做什麼之後 合作起來也會更有效率 那這是當時我們幾個 日本啊 台灣 菲律賓的學生的合照 那在大二的時候我也加入了實驗室 開始嘗試了一些研究生活 那在研究生活裡面呢 你可以去學到一些實驗的設計 那甚至一些平常在 系上可能比較不容易學到的技術 那這是我們實驗室的合照 除此之外呢 我有去做一些打工 像是藥局跟飯店服務員 那這是藥局的尾牙照片 那我覺得各行各業其實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像是 在 飯店打工的時候 那時候在收藏 那時候是當 像是尾牙的那種的服務生 那時候在收藏的時候 我就一次搬了五張椅子 然後就覺得說 哇塞 自己怎麼那麼厲害 一次搬五張椅子 然後這時候轉頭一看旁邊那種高中職餐飲科的妹妹 一次搬九張椅子 頓時就覺得自己慚愧 那也就覺得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其實還蠻值得學習的 那在藥局的話 就更不用說了 其實你可以學到很多 銷售技巧啊 甚至一些跟藥有關的知識 那其實也可以累積人脈 可以趁這個聖打工的機會去認識一些不同領域的人 那在大學四年我有哪些的心得與收穫呢 之前有看到一句話 覺得還沒有感觸的 如果 任何事情你有完全的把握才去做 那其實沒有幾件事能做的 其實我自己算是一個沒什麼信心的人 那當我沒信心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 畏縮 猶豫不前 那 後來 當我開始覺得 沒信心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這句話來提醒自己 那鼓勵自己去勇於嘗試 因為呢 你可以沒有自信 但是你不能去逃避 當你去嘗試之後呢 你往往就會發現自己能做的事情 真的很多 那也因為跨出這一步 你就會發現 有更多的機會在等著你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希望能夠幫助到學弟妹們 謝謝大家